Hello 大家好 一名35歲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金巴的省工在去年農曆新年除夕前 向兩名旅客索取一千元人民幣的拒款 協助兩個人登車由香港返回珠海 今日被香港法院判刑10個星期 據報導 案發時侯還是疫情時期 金巴因應內地防疫措施 每日只可以接載最多4000名乘客 由香港前往珠海 乘客必須持有網上實名預定 當日有效車票 加上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才可以登上金巴 名被告吳光龍負責在港珠大橋香港口岸 協助乘客上車 包括檢查乘客是否持有有效車票 兩名內地旅客去年1月20日深夜 到達港珠大橋香港口岸 因為未能購買當日的車票 而向吳光龍求助 他向兩人索取取一千元人民幣 即是一人五個水 以協助兩人登上一架 前往珠海的金巴 其中一人肯給五個水人民幣 另一名旅客就拒絕付款 最後還成功購買車票 最後當然川布東窗事發 野官非辯方求情指 他若有一名中度自閉的兒子 案發前欠租一萬八千元 同時要承擔兒子兩至三千元的醫藥費才會犯案 而裁判官判刑止 案件具有一定嚴重性 至於被告行為影響香港國際聲譽 尤其在案中涉及內地旅客 所以量刑有需要維護香港廉潔工整 考慮到被告認罪 願意賠償540元港元 即是回水五個水給別人 案發時經濟困難 所以判他十個星期監禁 其實這些案件都是不幸兼甲無奈 不過犯了法都要接受法律制裁 坐兩個月監就不算多 很快就出來了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請記得訂閱 在一起 我的報告 在這集中 有多不少人說 有多大不少人說 有多有關 有多不少人說 有多設計 許訓心 有多不少人說 有多人說 有多是